高市陈姓男子缺钱花用计划接头抢夺 翻满前大费州张连偷两辆机车 单车 躲避杭宗 没想到杭抢女子后 还撞倒骑单车的七巡阿婆 随后加速驶离现场 没想到仅得售400元现金 警方寻现追查出陈设案 隔天逮捕到案 陈落网后 还一度因毒瘾发作 警方赶紧带她就医 才得以继续制作笔录 被害女子的物品 也都全部找回 前镇警分局锐龙派出所说 前天上午近7点时 在宝泰路与港山南街38项路中 发生抢夺案 嫌犯陈姓男子 40岁 抢夺 毒瓶等前科 犯案前 大费周章 先徒步 之后偷了两辆机车后 在宝泰路抢夺谢姓女子 27岁 将其皮包扯 断后抢走 之后还逆向撞到骑胆车 73岁 阿婆 随后飞车离开 警方调阅周遭监视器 锁定涉案 陈姓男子 专案小组认出 陈曾在2013年涉嫌犯下抢夺案 警方随即到陈在小港区的住处埋伏 昨天随即将陈逮捕到案 陈到案后 坦诚犯案 陈相当狡猾 抢走谢女的皮包后 发现包包内仅有400元与iPhone6手机 之后将皮包丢弃在五甲公园附近 随即还又偷单车逮捕 躲避追击 警方指出 陈姓男子逐涉饭抢夺 切到等罪 还因为逃跑时撞倒其单车的老妇人 涉嫌肇事逃逸罪 警寻后座移送雄简侦办 陈姓嫌犯放下抢夺案后 抢来包包仅得售400元现金与iPhone6手机 随后将现金与手机拿起来 将包包丢弃在五甲公园附近 被民众捡到报案任命 记者留心军翻射 分享 陈姓男子飞车抢夺谢姓女子 之后又逆向撞到骑胆车的七勋老妇 记者留心军翻射 分享 陈姓男子飞车抢夺谢姓女子 之后又逆向撞到骑胆车的七勋老妇 记者留心军翻射 分享 陈姓男子飞车抢夺谢姓女子 之后又逆向撞到骑胆车的七勋老妇 记者留心军翻射 分享 陈姓男子犯下抢夺案后 将脏车弃置在超商附近 记者留心军翻射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